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造成伤害 眼看球萨克斗吉高达16万8千 钱德勒则是17万3千 实力可说是相当恐怖 不过马林表示战胜他们数值不是重点 话虽如此 但好在刘德雪尔的斗吉高达20万01千 刘德雪尔基退两位老魔神 接着与赛多里斯展开剑术对决 剑术上刘德雪尔略赢一筹 突然囚萨克趁机偷袭 刘德赶紧去救刘德雪尔 但刘德雪尔表示这是多此一举 随后使出恩宠闪光的力量 攻击赛多里斯 回到炼狱中 班的身体不断承受环境上的痛苦 而这份痛苦 则会侵蚀般的灵魂 使他变成怪物 好在班是不死之身 而且意志力也很坚强 就算被炼狱生物攻击 班有不死之身也能够应对 但就是找不到团长的感情 突然一只黑龙攻击了班 黑龙的实力坚强 喷出火焰帮班整理了造型 班正无聊打算陪黑龙打一下 谁知道跟黑龙打了几百年 虽然没分出胜负 但跟他成为了朋友 小睡片刻后 班突然听到团长的声音 原来这只黑龙就是团长变成的怪物 醒来的团长 感谢班让他恢复原状痛哭起来 团长佩服班能够来到炼狱 但问他要怎么回去 班也不知道 他为了找团长就花了好大功夫 总之 两人接下来的目标 是如何逃出炼狱 团长介绍 炼狱除了有灵魂被侵蚀的怪物 还有土生土长的炼狱生物 两人打算先抓这只生物 把他的皮做成衣服 但这生物速度极快 而且感情状态的团长实力大减 没办法只能让班自己尝试 反正时间很多 花了一段时间班 终于适应他的速度 成功抓到了他 团长表示 班很厉害 不像他被魔神王给抓住 团长原本是被魔神王关在他面前 直到团长绝望变成怪物 才被放出来 班疑惑魔神王 不怕团长碰巧找到炼狱出口吗 于是猜到出口就在魔神王身边 做好了衣服后 接下来就是找出魔神王 面对炼狱怪物与生物的袭击 班已经能轻松应对 团长表示 班为了找到他 在炼狱待了五百年 为此 身体已惊喜惯炼狱环境 适应力不是一般人类能达到的范畴 班是希望自己能打得过十件 但跟团长真正的实力比 应该还差了点 突然两人察觉 有只生物在监视它们 生物询问两人是谁 两人表示 它们是从现实来的 接着解释 现在正在找魔神王 没想到 生物刚好知道 生物名叫瓦尔德 为了寻找失踪的弟弟 踏上冒险 两人猜到失踪的弟弟 很可能就是霍克 毕竟都是猪 而且还会说话 随后 瓦尔德带两人来到他家 请两人吃他做的料理 瓦尔德诉说 霍克原本的名字是麦尔德 大概在八百万年前 刚出生 就被魔神王抓走 换算现实时间 刚好是团长在十六年前相遇霍克 团长解释 霍克是被魔神王 抓来监视团长的 因为霍克拥有结实的身体 加上外形不会有人戒备他 瓦尔德想再多听听霍克的事情 得知霍克的惊人事迹 差点断气 随后两人在瓦尔德的带领下 踏上寻找魔神王的旅程 回到现实中 塞多里斯遭到闪光的攻击 但拥有魔神王魔力的他 闪光对他毫无作用 接下来塞多里斯 将展现自己的魔力凶星云 眼看众人被吸向塞多里斯身边 接着被塞多里斯打飞 被吸过去就会挨打 马林用瞬间移动来抵御 刘德雪尔不信邪 打算正面对抗 下场又是被打飞 接着落到了艾斯卡诺的背上 马林解释凶星云只会吸走生物 看不到的攻击会反弹吸过去的生物 突破手段只有远程魔力攻击 但塞多里斯有魔神王的魔力 只能用物理攻击 但又接近不了他 塞多里斯可说是无敌的状态 此时炼狱里瓦尔德提到 他曾对魔神王发起十二万次挑战 虽然实力不敌魔神王 但为了弟弟瓦尔德从没放弃过 说到弟弟团长也有两位 那就是塞多里斯与艾斯塔罗萨 班金亚艾斯塔罗萨也是吗 团长诉说曾经的自己 让塞多里斯既畏惧又养目 塞多里斯对任何事情都异常认真 团长实在不明白 直到团长某天遇见伊丽莎白 他才明白原来塞多里斯也有想保护的心爱之人 塞多里斯的恋人是吸血鬼族的格尔德 因为自己的身份 两人的恋情不能公开 然而某天魔神王 却下令塞多里斯消灭吸血鬼族 因为团长的背叛 促使吸血鬼王想谋反魔神族 于是塞多里斯率领十戒 消灭了吸血鬼族 然而 当他找到了吸血鬼王与其下属 塞多里斯选择了封印他们 因为格尔德也在其中 塞多里斯发誓将来一定会来释放他 然而过了三千年 塞多里斯去找当初封印格尔德的地方 却发现封印已经解开 询问当地人发生什么事情 当地人说明 十二年前吸血鬼族侵略爱丁堡 但已经被七大罪消灭 所以可说是团长夺走了塞多里斯的恋人 回到现实的战斗中 刘德学尔人为塞多里斯 不可能同时发动两重魔力 想用时间差攻击 连续发动魔力与物理攻击 但还是没有效果 塞多里斯照样化解 塞多里斯发誓 一定要让团长成为魔神王 因为他得知 格尔达被团长封印还活着 只要团长成为魔神王 就能再度见到格尔达 塞多里斯使出全力的凶星云 马林大意受了伤 艾斯卡诺发怒 对周围打出太阳 马林解释凶星云 是将黑暗高速旋转 形成漩涡 接着透过反射动作 使出神速斩击吸进来的生物 这一招可称为全反应 艾斯卡诺 希望马林能坚持一分钟 他会去解决塞多里斯的 无敌的时间已经到了 艾斯卡诺 现在无视凶星云的吸引 但神斧无法对塞多里斯造成伤害 于是 艾斯卡诺丢了神斧 使出了圣剑艾斯卡诺 老魔神察觉到 这是恩宠 太阳的力量 于是有了计策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 最后圣剑成功突破了凶星云 紧接着艾斯卡诺 使出圣枪 成功打倒了塞多里斯 待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